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当有代表性 究竟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已经被人拖下水 即是牛不喝水 不能禁止 也跟了别人去量化宽松 究竟要怎样? 人家已经离开鱼堂 还要倒入自己的水 会怎样? 加息接日进入第三年 量化宽松增加了五年 停量化宽松增加了两年时间 昨天加息后 正式利率终于见到二字头 虽然是1.75至2 但起码只高2% 即是认为经济复苏高 通胀高 通胀高 五月份的消费指数 有一个大升出现 创了二零一月二年最大增幅 甚至要调高GDP的预期 未来有些阴谋论 至少有加息预期 即是大家接受通胀上来 而不觉得会影响美国经济 近期六月份 除了他见到朝鲜之外 G7是搞了很多不愉快事件 会导致他回去 我相信他会报仇 大家应该可以明白 即是他会再调高更加多的关税 以往历史内 我们不会见到一个国家 是因为怕对方和你打贸易战而让步 是一开始时一定会报复 但步步下 你动得大些我又更大 再加上美国籌码比较多 我又要连美选举 大家可以想 他未必会把这些东西放下 因为他觉得我这招行得通 事实行得通 今天星期有什么事发生 我都说星期一有很多相片 我上次看那张相片觉得是假的 但现在发现每个国家 G7里面每个国家都发一张不同角度的照片 其实他们是代表他们自己派 这个国家的记者专负责报导 他们用他们的角度拍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 他可能觉得没什么搞 便不搞亚洲和欧洲 大家可以留意 欧洲的反应特别大 当然出口的问题 但我们又谈回加息的问题 昨天整体来说 早上亚洲市场已经有压力 但有原因 今次加息亦预计了 之前说加半利息 但今次结果是加四分一 也不可能加快加息步伐 加息步伐的确是慢 希望大家知道一年加三次 算数是四个月加一次 但一年加四次也好 也是三个月加一次 不算急速 比起以往和新经济 什么是新经济 互联网作为一个比较大的 所谓现在的经济回报来源 或是发展的对象 他们对于息口 都敏感 大家可以想会否改变这个格局 以往见过加伦斯潘在此 他们逐加息周期是一个月加息 现在只是说由三转四 都要说这么久 所以有人可以说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发现美元已经没什么炒加息预期 只是说今天已息 今天炒不炒呢 可能会这样想 但之前不是早三个月炒 你便会知道利率市场反应慢了 甚至乎加完息后 还要每次都回头 看看今次会否有同量 今次好像有点好 因为为何呢 今次会加息预期 即是真的会加四次 应该有什么见解 是否真的可以跟着这个步伐 通货膨胀 欧洲在搞量化宽松没有通胀 美国加息也没有通胀 其实是说不过去 现在市场已经出现了 基本上跟我们所读的经济学书是背离了 你是预期通胀而加息 而不是有了通胀而加息 但他要逼通胀出来 因为他故意调高GDP的预期 不过有些矛盾 一方面调高GDP预期 但一方面鲍奥尔说 他一月起 FOTMC的记者会内 也会有记者会 但他不预期通胀会飙升 其实大家要知道 昨天开始唱风 联邦协议局会每一次完结会 也会有记者会 坦白点 他有话说 他不是多了很多东西 本来每一季做一次即是四次 现在开八次会议便开八次 但大家要明白 鲍威尔不是经济学出身的人 他是化学博士 所以会导致他怕我的政策 会令你们有反应 或者误解我的现在的科技政策 是应该的 因为大家觉得 没有跟我们同样的思维模式 等于一样东西 近期不会见到联邦署美国 跟你说不要打内战 即是没有关心经济问题 是否有问题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大家可以认识这件事 以往我们知道 由加南斯坡开始 你不是有事做 你就不会出来跟我们说话 但现在反对和赞成的声音都有 我每次都开 你催我不将 你就不知道我加不加息 有些人说 你这样的话 预认了大家都会觉得 因为加息会增加 所以其实是有不同的解读方法 当时加南斯坡是 如果看到公司包厚一点 就知道我有话要说 所以有很多事情 大家要知道 我们误解或想 希望预测到货币政策 是我们的惯性 究竟这样做 会否改变这节奏 他自己也出了预测 通胀不会飙升 其实也有些安抚大家的想法 真是经济增长 因为GDP预期调升 但通胀不飙升 真是经济 如果这样说 可以逐样扣除 你没有消费支出增加的压力 但见到CPI或GDP上 即是代表了有人工 即是经济的反应 或是收入增加 看看是否真的 当然了 拿成绩单 很漂亮 拿去给欧洲看 我做不到 现在的货币政策 能够刺激经济 但欧洲还要报你仇 美国是否真的可以 我想怎样 现在还可以 即使我搞任何事 可能大家都觉得 似乎美国仍然是我们的全球大佬 但大家做大佬有大佬的款式 这件事令到美股跌了下去 美金也有点震浪 美股虽然跌了下去 但独期思维也说2万5点 跌来跌去都是那些位置 这件事可能令市场积聚风险 原来我做任何事 对国内经济无影响 股市仍然站在高位 近期公布贸易数据 还落下来 我说什么都是我对 想想怎样办 无论如何 昨天市场有点震荡 股市预计下跌 但美金震荡很厉害 跌落后抽上来 我们会认为联邦处备好加息是全市场最关心 甚至公布后 大家都会留意市场如何走 都希望用这个理由解释 大家可以看看是否正确 原来总统做任何事都在大势所需 或是真的可以帮到美国 加息应该不是我们以往所学的东西 大家要知道 会令大家认为现在这个状况是合理 应该是否应该是合理化 应该是否应该是合理化 我一直想让大家知道 已经会调转 将市场用错误方法去解读 而你希望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无论如何也发生了 其实这个反映了一件事 就是美金仍然变回强 所以特别在新兴市场方面 出现股汇相杀现象 这个情况会否继续 可圈可点 如果今天大家要关心股市没有比往 我们看到那种加息的正常反映 即使反映出作也不认为Candy 但其他新兴市场会否出现 因为我们在主要市场看不到这样的现象 但情况是到了新兴市场 大家可以想想 其实是有双重压力 对于新兴市场 美国加息即是美金的诱惑会增加 另外也在缩表 所以大家可以看 何时会令市场觉得真是相杀的现象 但这一定是新兴市场留意 因为美国如果加息 债券一定要回报比更高 人家才会投资你 你所出的可能是美元债券 如果美元再升值 会否令集资更困难 可能我们看主要市场 可能要看其他墨西哥阿根廷这些国家 他们出来的结果是怎样 主要是因为美元的问题 但美元的问题 会否影响其他大宗商品 如油价 开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甚至乎昨天煤价 煤价是飙升的 可能是国内的动力 现在有很多国家的能源政策 不是他们不想环保 如果一说环保 但大部分国家用煤炭去发电 一定不算是清洁能源 不应该放入一些比较好的货币政策 但能源市场很多国家用 有些惯性是没办法解决的 我没有这些东西便要跟人买 或者反过来 原来我一直都希望改变这个格局 但别人不卖给你 很简单 以往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不同的改变 这所谓能源政策 不可以 我想变就变 所以未来下半年度也有多事情想 因为会谈到油价的问题 是否增产 下星期也要开会 所以未来也不是下星期这么简单 我觉得下半年度的波幅也会变大 因为时间关系 不如谈到这里 下个环节就谈过了 拜拜